大家好 今次我做了這個日出刊成LP12A座D室 一齊看看這個2A座D室的圖案 看看清水房 這個是一個兩房的單位 它有主人房和客房 還有兩個浴室 一個是在主人房裏面 有客廳、飯廳 還有一個開放式廚房 還有兩個露台 一個是在客廳 一個是在主人房的廁所裏面 還有一個在大門口進去旁邊 有一個儲物室 一齊看看3D後果 好 好 好 嘗 好 好 這次開始試一下改造單位 第六個參考 把全物室的一幅牆拆走了 裡面放了一張沙發 大家可以買一張沙發填滿這個位置 因為我平時沒有用這個車子買的 沙發旁邊可以放半截櫃 也可以當鞋櫃 櫃面可以放一些東西 出水入浴時櫃面放東西比較方便 沙發對住這個位置 就放了一個電視機 掛牆的電視機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放一個輕便的櫃 總之不要妨礙通道 這裡就像一個偏廳 如果有很多人在那個廳 做其他活動的時候 有部份人可以在這裡做其他活動 或者出入的時候 坐著穿鞋也會挺舒服的 對 露台旁邊就放了一張大的沙發 三座位 對著電視機電視櫃 因為燈帽沒有熱體關係 所有電視櫃只有下面的位置 如果大家需要多些存貨空間 買一些高新電視櫃 沙發旁邊就放了半置櫃 因為放半置櫃會令空間感好些 太多高新電視櫃壓迫感 那近開放式櫃房 這個位置就放了一張餐桌 四座位的餐桌 四人餐桌就放了五個位置 這樣 那餐桌大家可以隨意去調整 它的位置 可以移來移來移來移去 像是海岸櫃 就是多些地方放東西 煮東西吃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那一起看一下3D效果 接著去到第七個餐櫃 那這次就是把儲物室拆了 還有一間房 在露台那邊 可以放了一張雙人床 還有1.5個大衣櫃 還有一個雙門加單門 那樣的房間 就放了兩個高新的櫃 即是書櫃 因為DEMO二體關係 所有書櫃是沒有門的 如果大家需要防塵 就放些有門的書櫃 唐門也可以 那書櫃旁這個位置 就放了一張三座位的梳化 那它對著就是這個 電視機和電視櫃 那廚房這邊也很闊 那那個 梳化後面放了一張 四人餐櫃 四人餐櫃 那都是放了四個位置 那它旁邊這裏就放了一些 盤子櫃 那如果大家想多些儲物空間 就這樣放了 那大家覺得如果要太過 即是櫃 那可以不要的 這樣啦 或者就放回多張椅子 然後就放回多張椅子 那更大的門口這邊 都是放了半支櫃 或者鞋子櫃 那方便出入的時候 可以拿鞋來穿 那一起看一下 那是個通知後果 然後去到第八個參考 那這次呢 那這次呢 那個房呢 就試下放一張單人床 那旁邊的床有櫃 那還有一個大衣櫃 加一張工作台 和一張工作椅 那房外面這個位呢 就放了一些書櫃 和半支櫃 那大家可以隨意 根據自己的需要 和喜好 那可以全部都是半支櫃 或者全部都是高生櫃 或者其他任何的組合 那這樣 近開放式櫃 這個位置呢 就放了一張四人桌 就放了六個位 對 兩頭都放了一個位 那大家可以隨意 調動這個桌的位置 這裡 那桌很容易搬去 那就 那一入門口 就是 一入門口的位置 就是大門口和那個 開放式櫃 之間的位置 就放了一張梳化 那它對著電視機 用電視櫃 是啦 當然這裡的電視櫃 有些少少 凸得出來 那大家自己 根據那些需要 或者大家的喜好 去把它 當對 或者買電視機 就是剛剛好 配合到這個位置 我只是展示給大家 這個可行性 那這裡旁邊 都放了一個半支櫃 就放了鞋櫃 那可以 就是 穿出去之前 可以坐在這裡 換鞋都可以 那一起看看3D效果 一起看看3D效果 一起看看3D效果 那那間新間的房間 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所以就不再放鞋子進去 那就試一下 就把廳部份 就試一下 其他的擺法 那這次這裡 就放了一張 大張的梳化 在這裡 對著電視機和電視櫃 對著電視機和電視機 那房間外面 都是兩個高升的櫃 那近開放式廚房 這個位置 就放了一張四人桌 然後放了五個櫃 那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不要也可以 那這裡 通道位置 這裡放了一個半支櫃 那可以多些儲物的位置 那現在可以在桌面放東西 那 不過大家不喜歡可以不要 就是這樣 那一起看看3D後果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好